今天我把杏鲍菇做成酱爆 酱爆型 食材有 杏鲍菇 黄瓜 胡萝卜和甜面酱 第一步 将杏鲍菇 胡萝卜和黄瓜分别切成丁备用 第二步 锅中加水烧热 然后加入少许的油 盐 再下入切好的胡萝卜 杏鲍菇焯水 出锅备用 第三步 锅中加油 下入杏鲍菇边炒 待其表面出现焦黄色后 出锅备用 第四步 锅中再次加油 放入甜面酱 在隔火加入少许的料酒 糖 鸡精和水 翻炒均匀 这时候特别提醒您的是 在炒酱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隔火添加各种调料 防止把酱炒糊 第五步 待酱炒好之后 依次下入煎好的杏鲍菇 胡萝卜黄瓜翻炒均匀 再加入少许的香油 出锅即可 这道营养均衡 色香味俱全的酱爆杏鲍菇 就做好了 您您要学会了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iteit